違反引渡條款 陸方強行將位在肯亞 獲判無罪的八名台人 強行遣送大陸 引發朝野以偏嘩然 外交部嚴正表示抗議 既然肯亞的法院判決無罪 就沒有引渡的基礎 所以我們認為 這種是一個強行辱人的作法 事犯原由回到103年年底 因為一起火災致死案 肯亞警方意外破獲 多達72名華人 涉嫌非法入境 與電刑詐欺罪名 其中共有28名台湾人 到了105年4月 第一波判決結果出爐 其中的23名台灣人過判無罪 將在21號離境返台 法院當前宣判是無罪 那中國大陸的大使館 就跟肯亞的警方 就強行把他們的 帶到肯亞的一個拘留所 這8名國人鎖回護照後 卻遭到警方無故扣留 外交部要求按照慣例 兩岸人民各自遣返 並派遣人員7號飛往探視 這才得知原來是大陸向 當局施壓 並規劃將在8號強行遣送大陸 在那邊配合已經掉了 一年都沒罪了 他們也很高興說可以回來了 只有那一天他們說 8個人被人家帶走 我國的事後 立刻派遣律師 向肯亞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 沒想到大陸不止 延遲我方取得 更在宋達機場時 設下重重阻礙 導致判決無法及時宋達 將人強行送往大陸 目前仍有15名 獲判無罪的國人 留在當地 外交部要求當局 立刻釋放 儘速遣返 所以陸委會在禮拜五的晚上 就立即向陸方表達 嚴正的抗議 陸委會證實 目前8名國人 已經抵達廣州 何時歸台沒有答案 大陸方面解釋 正是因為北京 浙江 也有許多詐騙被害人 才會將人遣返了解案情 而在8號 坑亞警方又抓了41名 疑似炸稀犯 其中更有22名是台灣人 不使國安安全 更是攸關台灣主權 有關當局 還是得繃緊神經 不是一句積極溝通 介入就能交代過去 介紹宣傳世奎SNG消息台報